因为其实社会永续它不能只是一个价值观 所以我们从这两位讲者 董次长是从社宅的社会投资来谈政府怎么样 希望达到社会的保障跟创造社会经济的效益 那黄教授也特别来强调 从欧盟的这个做法来跟大家分享 政策的目标框架跟执意 那更进而就是说法规的研议跟制定 那这一方面可以协助企业 做这个有关社会永续方面的一些指标的揭露 那甚至能够落实跟遵循 对企业本身来讲 其实是可以稳定自己的人力资本 然后创造这个生产力 那但是对外来讲 就是跟在地的这个和谐的关系 还有不要产生重大的危害 那也就是总体的社会在社会和谐跟涵荣的目标 那我一开始在简介的时候也有谈到 其实社会永续最根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刚刚黄教授已经说明 就是要有和谐的劳资关系 然后让大家作为一个这个社会的劳动者 他有一个比较有尊严 decent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的这个保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那个新秉龙教授 新教授是我们前台大国发所的老师 那他现在也在台大国发所跟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所兼任 那新老师各位如果稍微了解一下 他是这个劳动经济学劳工政策人资的一个专家 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他甚至是我们社团法人劳动与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我相信他退休之后应该把所有的心力都投资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新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谢谢那个主持人的一个介绍 事实上我就是刚才那个董次长做假的台北市大同区的小孩 就是从小在那边出生 确实大同区是很磨络 我们开玩笑讲了大同区呢 人口减少野狗增加流浪狗增加 所以是非常磨络 不过那样地方还是蛮有人情风味的 还是还是蛮喜欢那个地方的 好那两位语谈 还有在座各位幸运大家好 那我今天就从一个题目来谈我的内容 就从欧盟的这个社会永续分裂标准 看我国劳工权益保障 那事实上在那之前呢 在这个接受邀请的时候呢 那个主办当有给我们三个提纲 那这个三个提纲我就很快的回讲一下 第一个提纲是说如何去落实 我们像目前所推动的 我国永续经济活动论地参考之一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何强化我们的基地劳资关系 那第三个就是说绿色金融 对这个劳工的这个帮助 那我想这三个我很快的来先做个回应 然后再进到我的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第一个主题来讲的话 我觉得单单靠那个 我们的我国永续经济活动论定参考之一 很难达到效果 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它有一个叫重大财处 重大财处的标准 那重大财处的标准是 单一事件被裁罚的竟然要打100万 那我所了解在劳动法 劳动的这个行政领域里面 很少有单一事件被裁罚打100万 所以那个东西 如果说我以为是一年累计被裁罚打100万 那就有可能达到 单一事件裁罚100万大概很难 但是总是它是个起步 那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 因为我们过去来讲 劳动权益的这个保障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法尊 那法尊的这个没办法达到 这样的效果 一个就是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 而企业的压力有一部分是来自金融界 来自它的这个 这个它所业务往来的银行 如果这部分可以有一个突破 绝对是有帮助的 那至于说 其实养治关系这个部分 等一下会跟各位说明 第三个讲到绿色金融 事实上我们最近有在帮 而且相关单位做 静零碳白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我们觉得绿色金融 不但对业界很重要 对老公也很重要 对业界重要的原因是坦白讲 绿色静零碳白是一个非常昂贵的 政策目标 很多企业它达到这个目标 它必须更换它的设备 那个设备坦白讲都是很贵的 比如我本来是用一个锅炉 我现在用另外一个设备 而台湾中小企业很多 它根本没有这样的钱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绿色金融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是劳工也很重要 坦白讲现在我们讲 刚才讲到绿色通膨 我们现在是讲证照通膨 现在很多坊间所办的那些 静零碳白相关的证照 从参讯到考照 那个价格都非常昂贵 那如果未来这是一个必然的就业的一个方向 那么未来要从事这些工作 都要取得这样的证照 那我们未来就会出现一个叫工作贵族化 也就是我必须有钱去参讯 有钱去考照 取得这些证照了以后 我才能从事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希望 政府相关单位 要不然就去做一些管制 在pricing上面 给他做一些管制 要不然就去做补贴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要补贴劳动者去参加这样的训练 去取得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可能就要透过一些金融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整个绿色金融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回应了这三个提纲之后呢 我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 我想首先还是要跟各位大概review一下 欧盟这个社会永续分裂标准所设计的劳动区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广 当然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 黄教授所讲的尊严劳动 他的尊严劳动里面涵盖的面向非常多 第一个就是当然非常强 坦白讲 欧盟的东西一定非常强调社会对话 非常强调劳资的这个协商 可是这点坦白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这点是台湾最脆弱的地方 最脆弱的地方 那就是要有个促进尊严劳动 那你们要 他尊严劳动内容呢 包含的工资工时 包含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欧盟的主流思维 还是认为所谓的非典是不好的 各位所谓的非典就是派遣临时工 不定期的工 就定期的临时工 还有就所谓的部分工时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 所以基本上要想尽办法 让他们从事这样工作 能够转到典型的工作 那再就是要透过劳工的参与 非常强调劳工参与 去创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 就是职业安全卫生 再来就是要有个中生 就教育训练 这个提供这个职业训练 跟中生职业学习 而且非常强调 透过劳工的参与 然后协助工作的转型 跟创造机会机会 尤其是针对特定的对象 包含妇女 第一下就是所谓的社会保障 保护的部分 那就要有退休经营 工福利 包括幼儿照顾 然后另外非常重要 是最近国内一直在谈的 禁止强迫劳动 跟对劳动者的剥削 尤其是对移工的部分 这一点是台湾目前 你要会跟各位讲 台湾目前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虽然对移工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有些地方 是被国际机构所被点名 要改善的 好 再来就是 要禁止使用同工 我想这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些 相关的面向 好 那再来就是 第二个就是中原劳动之外 就是促进职场中的平等 跟不歧视 那就是同工同酬 要不能有这个 要消除这个职场的性别隔离 那另外就是 为改善弱势族群的劳动条件 更重要是要让他们有质押发展的可能性 然后再来就是对妇女创造就业机会 让妇女能够进入劳动市场 而且更重要是把他们被框在一种 所谓性别隔离的那些 女性居多的这样的工作 那工作往往都是比较低薪的工作 因为从那边把它解放出来 好 我想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也是目前台湾来讲 非常面临一个大的挑战的地方 就是透过禁止调查 确保价值链受影响劳工 也就是说不但你本身要守法 你也要去确保你供应链 你的上下游的厂客户呢 也要守法 那这个东西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基本上是个代工模式的 一个经济嘛 所以我们台湾很多地方 它不是就final product的厂商 可是它却是别人的供应链 所以这一点也会受到影响 这是它所涉及到议题的权益 那如果用这样的面向来看我们台湾的法治 实际上我非常认同刚才黄教授所说的 台湾的法治基本上都非常奏言 所以我给各位对应一下 在国内劳动法规里面 我们跟这个对应过来的法律 有劳动基准法 最低工资法 职业安全卫生法 救援福法 这个的一大堆东西 所以基本上都有对应的法律 那另外我们也把一些国际公司 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可是我们非常尊重联合国所标榜的 一些国际公约 我们甚至定了一个国内的施刑法 这些也都可以对应过来 所以基本上针对刚才所讲的 这个所涉及到劳动权益的面向 我们的法律规范内容 我是觉得还蛮算周延的 关键就在于法尊 我们的法尊率真的太低了 法尊率真的太低 好 那我们就讲 如果提高法尊来保障劳动权益 那当然第一个 就是透过法律本身的处罚机制 那这一点坦白讲 国内的效果真的不大 那为什么不大呢 因为国内的违法被处罚的几率很低 也就是你被查获的几率非常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你要不要违反一个规律 比较的是一个成本效益 我违反了我的成本多少 那我违反得到什么好处 我违反一些劳动机团 比如说我不给劳工加半倍 我的好处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非常直接的 立刻可以拿到的 可是我的成本是什么 我被抓到 被抓到 被处罚 那这没两个 你的成本就决定你两个 你被抓到的几率以及处罚 那在台湾因为我们的劳动检查机制 没办法很好 我们也没有要很好的一个 催烧者保护者主义 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违法被抓到的几率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那这种情况底下呢 我们就必须透过重罚就罚他 来那个提高违法的预期成本 可是这点台湾也都 因为我们在座可能有些念法律的 我们法律人非常强调事后的比例原则 所以你违反一个规定 到底产生对被害者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就罚你多少 这种事后的比例原则 往往没办法产生事前的阁止作用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最常见的就是 让员工过职过劳加班 然后长时间的加班 造成过劳成产过劳致死 如果在别的国家 他是用刑法的过失杀人 过失这个 那我们台湾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都是行政法 然后再来A加班费 在台湾很常看到的 你去加班老板不给你加班费 在韩国他是用什么 侵占 刑法来判你 台湾也没有 那这个东西大家说不行 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等等之类的 我还是要强调 法律的后面的法则 不是当你违法的时候去罚你 是希望它产生吓阻作用 这种吓阻作用 一定反正就是不符合 事后的比例原则 如果你用事后比例原则 他算一算我还是去办 我还是去违法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是 观念要稍微改变 再就是我认为应该由 严法轻法转为事法重罚 这个台湾不是 他只要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看检查 去把前面的法律规范 做得更严格 法则没什么改变 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 守法的厂商越来越南京 违法的厂商继续违法 好 第二个方法就是透过市场力量 那这里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非常有关 也就是透过资讯的揭露 引导投资者跟消费者 去抵制 罔顾劳动权益的企业 包括我们现在要推的这个东西 也是如此 那我也非常认同这个东西 那问题是你揭露怎样的资讯 我所看到我所听他们讲的时候 像目前台湾很多的这个 ESG的报告 有关于人力资源方面讲的很多 但是从比较正面的比较有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去看的 比如我举例来讲 我们的ESG绝对没有去 你们公司有没有组织工会 绝对不会有这个讯息 我过去一直长期有一个呼吁 希望我们的金管费公布 上市会公司低薪100 结果争取了老半天 他发布了一个讯息叫高薪100 他说要鼓励嘛 我们不要用鼓励 抱歉我们这种可能有金管费长官 这个组织单位如果是放进金管费 这个问题改变不了 那我们现在呼吁他成一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发布一个东西是 高阶主管CEO跟基层员工的薪资 倍数 他也不愿意啊 他就发布了 看你介入什么样的讯息 更重要的是社会大众投资者 对这些讯息重不重视 如果不重视没有关系 有几个例来讲劳动部沿在早期劳委会的时候 就有发布违反劳机法的这个 这个比较严格的 比较严重的前十大厂商 十大厂商 那十大厂商发布的时候 哇大家都很小心很担心 那些企业就好害怕好害怕 现在发布了一千一千大 各位你们知道哪一千大吗 Nobody cares 所以现在企业也麻痹了 你公布就公布嘛 反正你公布也不会影响我的消费 我的营收都不会啊 也不会影响这个银行对我的融资啊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我认为是 这个东西还能够产生效果 第一个 揭露的资讯内容是什么 第二个 投资者跟消费者本身必须关心劳动权益 好那我就讲快点 再来就透过工会的力量来监督雇主 这个 台湾的基地劳资关系是不健全 这个我等一下就马上讲 好 我国基地劳资关系不健全的原因 那当然 我还强调了 政府为了要退场 不想再借在劳资之间 政府在这个法律上面 已经做大幅度的凶宝 我们包含修改劳动三法 然后让劳动三群的行驶 更加的有空间 然后呢 我们也甚至主动 劳动部主动去协助 劳工成立工会 协助他们签团体协约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成立了不当 这个劳动行为裁决委会 因为有些雇主会打压工会 那这个裁决委会 只要一发现是有这样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裁决他的违法 再来就成立对社会对话 推动角度 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委员 政府出钱 邀请劳资双方来对话 那我参加过几场 只有一场是非常成功的 那一场是劳资双方 都要求财政部要降汽车的什么水 那降完了以后 开始要谈劳资之间的问题的时候 资方就退场了 就不谈了 这我看太多了 所以坦白讲 我对台湾的记忆劳资关系是至于悲观论者 那欠缺有力工业 这个发展的社会环境 是造成台湾记忆劳资关系 无法进行发展的状态 事实上我要强调的 台湾的工会没办法发展 最主要是我们都不支持工会 或许各位说没有 我很支持工会 我这边特别写了一个 消费者与劳动者自我冲突 我们大家 现在或是未来 同时会是个消费者 也是个劳动者 可是我们往往是人格分裂的 我们在工作场域的时候 我们就站在劳动者的角度 我们希望钱多事少离家境 等到一离开办公室 到了7-11到外面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消费者 我们知道怎么样 雾美价廉 消费便利 这两者之间是冲突的 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你要出国游玩 好不容易排个假出去了 刚好遇到机场的员工 罢工看着你会骂谁 你是骂那个航空公司还是骂那个工会 我所看到电子媒体的报道 每次集体抗争 包括华航 长龙 甚至家乐府 我们看到电子媒体 访问的消费者都是骂什么 骂工会 他说你可以抗争没关系 不要影响我们的消费 各位 一个不会影响消费的抗争 是没有意义的 对资方是不会产生压力的 好那我问各位 你是属于哪一个 你是属于哪一个 好那当然我觉得因此我认为 比较能够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 要不然就是放弃机体劳资关系 也就是让政府去做一个最后的裁决者 像劳资双方都喜欢找政府 那台湾的机体劳资关系 我还是要强调 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建构在机体劳资关系 像欧盟这套制度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很难发展得起来 至少在我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发展起来 那如果要改变可以 就是刚才那个黄教授有提到的 就是劳动教育 事实上我们没有劳动教育 我们没有劳动教育 而且我们有的劳动教育 也是要告诉劳工要如何争取权益 这样不对的 我觉得劳动教育 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让小朋友从小就知道 如何当一个适格的雇主 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我想再说 你在从小到大 你有算过什么劳动教育课程吗 几乎没有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民众对什么叫做 健全的继续劳持关系是陌生的 对于什么叫工会 工会的社会价值是陌生的 什么时候你会想要找工会 当你的权益受伸的时候 你去找找找找工会 可是你永远不想当那个盘念 永远不想当前面带头冲的人 你怕秋后算长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工会绝对不可能发展得起来的 好那另外就是 可能我们的劳动保障也太严格 因为坦白讲 我总是记得郑春旗局长讲过一句话 他说劳动者的权益是要靠自己打拼的 不是靠政府施舍的 所以靠政府施舍就是靠政府 动过法令来给你的权益 那这个东西我没有说他应对 而这是个取选择 然后我的选择是 我宁可要求政府多做一些事情 我不再对台湾的疾劳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期待 好 那因为实验因素就不强 我们的移工问题非常大 因为大家可能先到 基本上我们像目前最大的 在国际的一些标准来讲 还有相关工业来讲 我们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移工 我们的移工虽然我们有些保护 可是还是有些漏洞 包含我们的家庭抗护工 不适用那个劳基法 不能转到自由部署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未来面遇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零付费的这个问题 因为实验因素我就不再多讲 OK 我之前到这里 谢谢